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李宗盛的必要性跟迫切性 事实上都已经到达一个不得不的情况跟状态之下 但是对于改革的步骤 改革的内容 改革的程序 的这一个部分的话 事实上是缺乏共识的 那我们会希望借由我们的努力来要求我们所有的政党 特别也包括我们政党所提名的在第14任总统的参选人 在未来能够承诺对于我们的年金做出改革 不单单只是针对军人 公务人员跟教师 同时我们认为对于我们一般的国民 对于我们的劳工 对于我们的农民 在这一个部分的话 一并应该要做相关的改革 因为我们目前所有的年金保险 通通都有巨额的潜藏债务 已经到我们这一代无法负担 我们的下一代也无法负担的地步 所以我们应该要做改革 我们也希望总结过去各种社会改革 不管是劳工运动 不管是妇女运动 不管是环保运动 所有您曾经从事过这些运动的改革者 希望能够宁记迅力 在未来的一两年 共同致力于年金改革 因此我们共同提出了四点诉求 第一点 选前不再加码 千万不要有政党或参选人 妄想要一边提改革 一边提加码 第二个 选后不回避 不管是选胜的政党 选输的政党 在国会 在行政部门 都要态度一致的 选前选后都应该态度一致 第三 应该召开协商平台 我们观察社会各国的年金改革 没有一个在讨论的时候 是可以回避掉受雇者团体 当事人团体的 这件事情当然不容许用一个月 两个月限期提出方案的方式 因此对话跟协商平台 一定要明确建立 第四个 讨论公开透明 很多数据到底是以而传而 还是已经是无可争辩 我相信所有的数据 所有的理由 都需要在未来平台上面 完全向所有国人来公开 全国教师公会总联合会 在民国101年的9月的会员代表大会 就已经通过要求年金改革 我们在隔年也召开了一个 年金改革的民间国事会议 所以我在这里要跟国人说 这个年金改革已经是迫在眉上 全国教师公会总联合会 是希望改革也支持改革 而且认为改革是势在必行 要马上进行 我们现在整个年金遇到了 除了烧死化非常严重的影响 不管是各个职业体系的各种年金也好 重要的就是在于 有没有新的活水进来 我们发现到其实我们有非常非常多的年轻人 至今他可能工作了非常长一段时间 但还没有受到纳入所谓的劳工保险 也就是所谓的这个社会安全体系当中 譬如说现在争议非常大的 各大学的大专的这种研究助理当中 至今教育部都不愿意将这些 实际上在从事劳工 劳动的这些青年人纳入劳保 承认他们是一个劳部关系 我们现在的劳保各项年金 都已经遇到了这样子的一个活水不足的情况 那为什么我们的教育部 还会用这样子的态度来 赌绝这样子有一个新的这样子的一个 纳保的人能够加入到这样的保险体系 让我们这样的保险体系能够继续运作下去呢 那第二个我最后要补充的就是说 我们非常赞成在选前不要有这样子的一个政治加码的喊价行为 而是在选后能够有一个协商的平台 因为我们可以发现到在整个政治喊价的过程当中 我们的青年朋友也就是未来要承担这些所谓的年金负担的 大部分的这些年轻朋友们其实是没有角色以及没有这样子的一个舞台 或是这样子的空间能够去发言或去表达这样子的看法 所以我们也期许在选后能够有这样子的一个协商舞台 目前的情况里面我们 我们老保基金的破产的时间会预计是在民国116年 那在推幅基金里面的话 军人的这一个部分会在民国108年 它是第一个面临破产的基金 那再来公务人员的话是在民国120年 教师在民国116年 跟我们的劳保会在同一年发生 那另外我们在97年 我们的国保基金的的话 预计在民国135年的时候破产 那所谓的破产的定义就是 所有的基金全部都领光 所以我们认为这一次 包括军工、教、劳、农、国等等的保险 应该一并做检讨 那然后一并做改革 那在这个过程中间的话 大家能够一并的对话